在金融投资过程中 我们往往会用一个金融产品的历史数据 去推远它的未来走势 由于未来是不可知的 是随机的 那么这样做到底可不可学 本期视频就来探讨一下 本期视频将通过一个严谨的系统模拟 向大家证明 历史数据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准确预测未来的 也就是指导我们投资的 当然这里再强调一次 我们这里说的是 预测平均得长率 对于预测波动性 也就是预测风险的概念更为复杂一些 如果大家对风险的预测也感兴趣 可以弹幕 我再做另外的视频 从数学和系统模拟的理论上再进行讲解 我们开始今天的模拟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模拟的思路 然后我们再对模拟进行演示 最后我们再对模拟的结论 或者模拟的过程进行一番讨论 所以主要分三个部分 我们从第一个部分开始 先来看一下模拟的整体思路 我们模拟的步骤分为三步 首先我们利用随机函数 去生成一至八年的历史数据 并且计算在这一至八年内 这每月的增长率 和在这八年中的每年的增长率 并且根据这两个数据 计算月均增长率 年金增长率 和理论的年金增长率 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面 已经谈及了这三个增长率是什么关系 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第二 我们要根据这一至八年的数据的特性 也就是它的平均增长率 去生成九至十六年的数据 换句话说 就是通过去根据一至八年 年均回报和月均回报 去生成一组 与其回报率相等的九至十六年的数据 这里大家要注意 生成的一至八年的数据特性 也就是它的年均增长率 或者月均增长率 我们在生成之前是不知道的 要通过额外的工作进行统计 才得知一至八年的增长率是什么 用这个增长率再去生成 九至十六年的数据 通过之前几期视频的系统模拟 大家知道 因为这都是有限数据 所以一至八年的数据 和九至十六年的数据 这之间一定存在着差异 并且多次反复系统模拟 所生成的数据也会有差异性 也就是说 每次之间的模拟结果 也都会不同 这就说到了第三步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的重点 有两个 第一个 我们要观测 使用一至八年 数据所预测的九至十六年的增长率 和实际上系统模拟 所生成的九至十六年的数据的增长率 是否相等 如果不相等 相差多少 同时我们还要结合 本系列视频 一开始 这位朋友们的问题 要观测 这九至十六年的 年平均增长率 和理论年平均增长率 有没有差异 差异是多少 好 我们现在开始模拟 我之所以会把整个的过程 向大家演示的比较清楚 是这张表格 大家可以转评在任意一期视频 并且私信我 我把这张表格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操作 验证这个实验过程 无论在哪个领域 不可重复的实验都是耍流氓 这种实验的结果是不可信的 好 现在我们回到这张表格本身 我们这个表格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是屏幕最右边这一部分 这部分主要负责生成 一至八年的历史数据 第二部分是一至十六年的数据 这个表格我分为两部分 在红线以上的部分 实际上就是copy了一至八年的历史数据 九至十六年的数据 是根据一至八年数据特性所生成的 那么怎么生成的呢 这就要到了表格的中间部分 在表格的中间部分 也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面这个部分是分析了历史数据的特性 也就是说通过这张表格所生成的 一至八年的数据的数据值 而不是公式 把数据值copy paste到这张表格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绝对值 而不是一个公式 而在这边的生成的数据里面 都是一些公式 通过这样的操作 就可以保证每次在进行系统模拟的时候 一至八年的数据是不变的 并且这一至八年的数据特性 我在事先也是不知道的 这就好比我在第九年年初的时候决定投资 我收集了之前一至八年的数据 一至八年的数据作为历史数据 它是固定的不变的 但是我并不知道它的预期收益率 我需要进行数学平均计算才知道 而九至十六年的数据 对于第九年年初的我而言 是未知的不确定的随机的 但是我预测它的增长率和前八年的增长率 是保持一致的 回到我们的系统模拟过程中 我对这些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析 那具体的分析过程 和我们之前举的案例是完全一样的 我就不在这里具体说了 简单而言就是计算了月平均增长率 利用月平均增长率 转化了理论的年平均增长率 同时也计算了年增长率 利用年增长率的随机数据 计算了年平均增长率 我们在此就可以比较 这两个数值是否有差异 根据之前的系统模拟 大家知道这里面有些许差异 但是非常微小 第二部分是预测未来 那么这预测未来 跟上面的表格的结构也是一样的 我们用9-16年的月增长率的数据 计算了月均增长率 利用复率公式计算了理论的年平均增长率 同时我们以年作为窗口区 去截取9-16年的原始数据 计算了9-16年逐年的增长率 取逐年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 就得到了平均年增长率 从表格上的这个数字等于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等于它的平均值 那在这个表格的上下两部分 有些许差异的在于这个对比的表格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样一个对比 1-8年预测的数据 和9-16年实际发生的数据之间的差异 利用1-8年预测的数据 和实际上9-16年发生的数据之间 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是不是相同 同时我们也可以再去对比 利用8-16年的月均数据 测试出来的理论年增长率 和实际的年增长率 是不是有差距 有差距到底是多少 那这个呢 就是整体的模拟思路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Excel或者Numbers的技巧 以方便大家可以重复这个实验 生成1-8年的历史数据 实际上只有一个难点 在保证它随机性的同时 还要保证两个约束条件 第一要保证它的长期的数据期望值 是一个正数 并且要保证这组随机序列的元素 是在-1%到-1%随机波动 其中这个序列的随机性 保证了这个序列符合金融学假设的 第一假设 大类金融资产的涨幅是随机的 而这个序列的数据期望为正值 保证了它满足金融学假设的第二假设 一个大类的资产的长期趋势是增长的 而对于一个金融品而言 跌涨幅就应该在-100%和正100%之间波动 Excel和Numbers的只能生成0和1之间的随机数 那么我们就要对这样的随机数 进行一下数学转化 这是一个小技巧 由于Excel和Numbers里面的 随机数的生成函数 只能生成0到1之间的随机数 所以我们要对这样的随机数 进行一个转化 才能生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首先我们要将两个数字进行乘机 数字的第一部分会随机的生成-1和1 这就保证了乘机之后的随机数 在各占50%的情况下为正数或者是负数 那第二部分生成了一个0到1之间的随机数 也就是0到100%的随机数 前两个因子相成 就会生成一个在正部100%之间上下波动的随机数 为了让这个月涨幅更接近真实的投资情况 也就是我们保证它的月涨幅大概是在1%上下幅度 我们把前两个因子的成绩除以100 最后为了保证它的长期趋势是一个正数 也就是满足长期投资为正的金融狭狭 我们把后面又加了一个因子 这个因子也是个随机数 我们保证它是个正数 那这个因子怎么来的呢 我们单独给它做了一个随机数 又为了让这个增长幅能够贴近真实的投资环境 也就是月涨幅在1%左右浮动 因此我们把这个数字也除以了100 这两个表格里面分别除了100 只会改变随机序列的振幅 但不会改变它的振频 当然如果你想做其他的模拟 你也可以把这个数字改成50或者其他的情况 也不会影响你最终的模拟结果 这个看大家的需求 这样我们就通过三个因子的计算 求得了一个在正负1%左右波动的随机变量的序列 作为一个金融产品的涨幅的序列 它是随机的长期看涨的 这符合金融学的假设 并且它的波动范围符合金融学常识 由于最后一个因子也是随机的 所以每次生成什么样的金融产品 我们是不知道的 为了让这个系统模拟更符合真实的情况 所以我的初始净值也是一个随机数 是由这个生成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模拟 现在生成了一个月涨幅为0.47的集中产品 用数学语言表达的就是 这个数列是个随机序列 数学期望是0.47 由于在对1至8年的数据统计之前 我们理论上不应该知道 它的月涨幅是多少 那为了让大家更能够直观的体会这一过程 我们首先把这个数字挡上 事实上通过这样的计算 根据这个月涨增长率所生成的金融产品 如果我们对它前1至8年的数据进行统计 我们会发现它的月涨增长率和这个数字 还是会存在偏差的 这也是统计学原理所决定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虽然用这个基础数值 生成了一个随机序列 但是我们要忽略它的存在 还要在表格的中间部分 对它进行统计 也就是对1至8年的数据进行历史分析 好 这个时候复发了这个随机过程 或者系统模拟过程 我就生成了1至8年的数据 我把1至8年的数据 Copy Snapshot 这个就相当于Excel里面的Copy 在Paste的时候选择Paste Special 这两个是等价的 我把它沾到这里 1至8年的数据 就是第96个月 好 这样我就获得了一个1至8年的数据 好 现在假设我们没有后面这一部分 我们只对1至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这个金融产品的月增长率是0.17% 那根据月增长率 利用福利公式算出的年增长率是2.06% 也就是理论年增长率 而根据年增长率算出的平均年增长率是2.05% 那么也就是说在8年的数据 理论值和观测值只差了0.01% 那只可以几乎护得不计了 假设我现在是在一个真实的投资环境中 我作为一个投资者 我已经在第9年的年初拥有了这个投资品的前8年的数据 那么通过分析 我认为它的年回报率为2.06% 接下来我要在第9年对它进行投资 并且持有8年到第16年 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 生成第9年到第16年的数据 生成的几小时一样了 只是这个增长率的变量 我们设置了一个值 这个值是月增长率设定 我们让这个值等于 历史数据的月增长率 也就是0.17 好 这样我们就生成了一组9至16年的数据 我每次触发这一过程 就会重新生成一次9至16年的数据 在每一次触发后 我们都可以对9至1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并且可以重复这个实验多次 现在我们开始对第9至16年的数据 开始分析 由于表格的结构是一样的 我就不再具体介绍了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一列数据是每一次模拟所发生的 9至16年的实际值 这边预测的值就和1至8年的数据是一样的 有了这些准备 我们就可以对这一随机过程 进行多次反复的出发 进行系统模拟来观察数据的变化 这个多次模拟的意义在于 这样可以进行反复的实验 以保证某一次实验的数据并不是偶然 大家可以观察到 实际值和预测值 在多次模拟的过程中 是十分接近的 同时理论的年均增长率 也就是通过复利公式 利用月增长率转化的年增长率 和实际上用年增长率进行平均数计算 计算出来的年增长率 数值也是非常接近的 这就提示我们利用1至8年 所推算出来的该金融产品的年增长率 在1至9年中得到了复现 也就是告诉我们利用历史数据 是可以推断未来的 并且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视频开始 这个极端案例里面的问题 通过月均回报率转化为的年均回报率 和用年回报率转化的年均回报率 这两个数值在大量随机数据的情况下 应该是十分接近的 如果你对这个模拟的过程感兴趣 可以转评赞本系列视频的任意一期 并且私信我 我把这个表格发给你 你可以自己在家做无数次的实验 看看实验的结果和 我现在演示的是不是一样的 我接受任何的挑战 这里面我们在想讨论一个问题 每次系统模拟的结果 虽然很接近预测值 但是它毕竟是有波动的 那这个波动和每次的不同 究竟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们投资意味着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一下 在系统模拟开始的时候 我曾经提示过大家 我们这次模拟的过程 只是关注于预期收益率 也就是随机数列的数学期望 我们并不关注投资品的风险 也就是它的波动性 波动性就对应着 数学概念上的方差 正是由于这种波动性的存在 以及方差的存在 导致我们在多次的模拟过程中 数值虽然趋近预测值 但是它还是有偏差的 这是因为我们所模拟的 8-16年这个投资期间 是全局数据的一个抽样数据 而绝大多数的金融大赖产品 是永续的 这就导致了它的涨跌幅序列 是一个无限数列 又因为金融学第一假设 这个无限数列中的元素是随机的 也就是说它是个随机序列 只要这个数据是随机的 存在方差的 那么这个抽样数据和理论值 或者说和它的数学期望值 就会存在偏差 这是数学原理所决定的 而随着投资窗口期的增长 你实际获得的回报率 就将无限趋近于 通过历史数据形成的预测值 而作为一个自然人 由于生命的长度 导致的投资年限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如何在短的时间窗口内 尽可能避免 金融产品本身所具备的波动性 对于我们收益率稳定性的影响呢 这就必须得请出下一个大煞计 均值方差分析 马克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 所以简单小结一下 投资品的增长幅的数学期望 或者是增长的均值 告诉我们长期持有这个产品 我们未来会获得多大的回报 这提示我们要坚持长期投资 这个系统模拟 告诉我们数学期望 作为一个年增长平均值的指标的有效性 同时实验数据和理论数据之间的些许差异 也提示我们要重视风险 也就是这个随机序列存在着天生的波动性 对应着数学上的方差 那关于如何去消除这个波动性 大家可以回看科学投资系列视频 里面详细讲了 如何通过数学手段和excel工具手段 构建投资组合 以消除投资标的的波动性 以帮助大家科学的自主的 以最快速度稳定的实现财富积累 本系列视频的源起有两个 第一个是有一位朋友举出了与理论不相符的一个反例 同时也有很多人有疑问 历史数据和未来数据的关系 有没有指导意义 那么结合这两个问题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视频加以回答 我们首先对回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概念进行了梳理 包括月年增长率 月均年均增长率和月均增长率 通过复利公式转化的关系 以及年均增长率的计算公式 有了这两个数据 我们就可以对利用复利公式转化出来的年均增长率 和实际的年均增长率进行比较 我们通过过去8年实际的历史数据 和存在极端涨跌幅短期和长期的数据 分别做了系统模拟 都可以观察到 理论值和实际值是没有太大差距的 而随着数据量的增大 我们把数据量扩大到无限个 我们利用不会出错的数学工具 计算了实际的年增长率 这个数值和理论的数值是丝毫不差的 那么也就是说理论和实际完美的匹配 最后我们将这个话题进行了延展 通过一些Numbers的技巧 我们利用系统模拟的方式 向大家演示了利用8年的数据 去预测未来8年的投资行为是否有效 答案是有效的 总结一句 理论符合实际 历史数据可以知道未来 这就是本系列视频希望告诉大家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还不错 欢迎点赞关注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